欧鹿旺鸡,这个曲子也非常好 上次说过了,有一点新的东西 但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曲子 技术上不是很难的一个曲子 但是我们在演奏上能够上一个台阶 不管是处理上还是在这种执法上 我们希望能够要求的更严格一些 好,我们看一下这些扑子 第一,这个曲子也是很有代表性 开头全是梵音 开头有滚符这些梵音 开头跟著名的大曲《萧香水云》有点像 有时候乍一听以为要谈《萧香水云》 再仔细一听,不是,是欧鹿旺鸡 没有那么长,技术没有那么难 但是开头很像,我把开头来谈一下 然后大家就可以谈给我听 我们终于把曲子谈好 开始符,那这个符就是十七,符一至六 现在大家应该对这些术语都很熟了 十七,符一至六,十指,七灰,符一到六弦 那这个符呢,这个到一到五 这个可以比较一气呵成一些 六到六这停顿一些 停顿一下 所以是这么一个节奏 大家看那个五线谱也能看出来 前面那个装饰音 一直到,对前面那个你看装饰音写了四个 然后最后是五个 所以前面的五个音在一起 到了这个五弦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手一定要停在,在六,六弦上停住了 停住了 后面是半,就是一个半拍 前面呢等于是,这是一拍半 一拍半 好,六 这么一个节奏型 所以虽然是一到六 但不要一下子就从一真的就弹到了六 到了五那儿 那个,那是一个长音 一拍半 六是半拍 然后后面紧接着就是抹跳七了 那么有的曲子甚至他就写符一到七 因为实际上抹七,那那个符本来就是也很像了 我把它分开写了 有的就写 那就如果他就写到符一到七 那就更,大家有时候就弹得更快 更密集,更连接 所以这一拍不好 这个没有节奏感 好 后面 一样的处理 一样的处理 那个果文七到二 那么处理也是一样的 七到三 在那个地方要停顿一下 然后二单独出去 一样的 这个做起来要困难一些 因为我们这个无名指不常用 这么一个节奏型 所以基本上那就是五个音都是处理的都很统一 五个音是一组 就是这个符五个音是一组 那个符的最后一个音是一个短的音 是要跟下面那个音接下去的 好,我把这个地方再弹一遍 这第一行 这个地方多停顿一会儿都没关系 啊 这个到了这个二 嗯 勾三四五 啊,这样一个 嗯 节奏 他那个从头再做那个地方 嗯 大家还是最简单的 你就是再写一遍 就把前面那个 嗯 嗯 十七伏一到六 某条七 中七勾二 大七 拖七 然后 然后再滚七到二 啊,滚七到二 啊,就把那个一直再写一遍 滚七到二 现在后面 连接的就是 嗯 十七勾三勾四 勾五 然后某条六 啊,从头再做了 从头再做结束了 接后面勾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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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到了那个长 就是上面你看 是二分音符的那个啊 也就是两拍的那个音的地方 比如大七拖七啊 这个地方 到了这种地方呢 你都稍微拖的长一点 没关系 啊 还有最后一个音 当然那上面还有一个延音符号 拖长一点 就更没关系 但是 之间的 这个不能散啊 这个曲子跟平沙落雁还不一样 平沙落雁开头的 你中间的弹的散一点 就是 稍微拖的更长一点啊 弹成散板 问题不大 但这个曲子呢 除了那三个长音啊 那你看 大家看得很清楚 空心的那个啊 空心的那个叫二分音符 也就是说两拍 如果四分音符为一拍的话 那就是两拍啊 最后一个当然是一拍半了 就是反正空心的那几个音符 那都是只有那个地方 你可以拖的再长一点啊 其他的中间节奏 还是要把它给掐准 好 我再连续的弹一遍 然后我会请 同学们弹给我听啊 这一滚那个地方 到了那个二 二旋到滚七到三 那就是七到三 侧动 七到三的侧动是手臂侧动 看 手臂侧动 手臂侧动 这个无名指在这 在这一点都 一点都不动的啊 一点都不动 那个七到三是手臂侧动 就是这样推的 这样推过去 推到一直到 底到那个二了 底到那个二 但是二就不能 不用就手臂就不能出了啊 只有这个手指指出去啊 所以要这个这个动作要做清楚 到这啊 你看手不要动 前面那个一到五是手臂侧动 也是手指 十指弯在那里 手指不动 是手手手臂拖过来 啊 那么后面这个 这个 最后这个六 这个六 嗯 是 啊 弯过来 但是这个弯过来呢 也是要抵在这个七旋上 因为后面 还有这个母挑七 啊 后面这儿 抵在这儿 其实我手千万不要动 这个 慢一点 虽然前面那个五个音是连在一起的 嗯 你回头你录一下你就知道了 录一下你就会挺觉得 你觉得弹的时候你觉得不快 但是你录下来以后你就觉得是快的 它就是那些声音 那几个音就糊在一起 啊 没那么快 你看 这样就好了啊 你让你觉得啊 我是不是弹的太慢了 其实往往那时候这个感觉是对的 你看 也没有那么快 好 稳更是啊 要控制住 先 匀速的走 好 这个地方再做的充分一点 手不动 这个手指指出去 想起来了啊 行不用弹了 就是这个地方的那个抹挑啊 嗯 不落纸 不保留纸 这个要悬空 哦 哦 不要落纸啊 三代表 对 看 这个是悬空 不要落 OK 这个落纸没有任何意义啊 对不对 后面还是滚 它没有任何勾的这个动作 没这个没 这个地方悬空 这就是悬空 该悬空的就是悬空 所以我们一定要 嗯 要做到对自己的那个执法 就是要要特别清楚啊 没有任何随意的啊 我们该要放保留纸的时候 一定要放保留纸 而且要放在哪儿就特别清楚 根本不含糊 也没有说这一次放在这儿 下一次放在那儿都不是 就每次它都一样 那这个该不放的时候 就一定都不放啊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可以 那就是回去要练一练 练一练呢 就是把这个习惯起来 那这个 不放保留纸的时候 这个手的 嗯 形状跟那个放保留纸 是不太一样的啊 不要用那个 要放保留纸的那个腕子的那个弯曲度 去弹不放的 不放的时候 不放保留纸的时候呢 这个挑就是向上的 是吧 45度向上 啊 45度向上 你看 在45度向上 放保留纸的45度向下 啊 是的 分开的就直的就好了 当然你 将来你 你想要那个 呃 想做一个圆 那就是出现的音就更有更有变化 那也可以 嗯 圆是为什么呢 圆是为了让那个滚和符练成一片 哦 对 因为滚了以后马上符 嗯 你想让这个滚符练成一片 所以 所以这样画圆不就更好吗 否则的话 你直的话 它中间总会有一个折线 嗯 直线的话你想 它总有一个顶点啊 总有一个点 可是 嗯 这个是因为 嗯 那是为了让这个滚符练成一片 所以要画圆 所以滚符不是说必须画圆的 OK 单独的时候你可以直线 嗯 你也可以画圆 画圆效果不一样 因为什么呢 画圆的话呢 那就是意味着 中间的那几个音声音就比较 比较那个柔和 因为 因为我们 右手弹弦的位置 越靠那个灰 它的声音就越柔和 越靠越山 声音越刚 哦 所以你看 如果你画圆的话 嗯 那就意味着 三四五这几个音 三四五这几个音 就特别soft 然后两头的音就比较脆一些 啊 它会出现那些变了 所以你要知道它的 但是如果不是滚符连 连起来的话 你不想让它连成一片 嗯 那就没有 不是说必须要画圆的 好的好的 嗯 画圆的目的是为了让它 嗯 是为了让这个中间没有间隔 这个间隔不够 你那个药杆还做得更清楚 就是五符的时候 五五 到了五那个地方 要在那停住 三后面的停的时间也要再长一点 那后面这个二二好吧 再来一下 看我在这停了多长 看在这停了这么长 所以那个 邦 邦邦邦邦 它最后的那个抹 是跟后面那个练的更紧 你感觉还是跟后 是反而是跟后面那个 他们是一伙的 好吧 停的时间就是还要再长再来 这回感觉对了啊 这样它那个就精神了啊 因为你有对比嘛 有长有短 这样它就显得很精神啊 要不然就是有点温 比较那个比较 嗯 没有那么 我们要让它就是冷热 要很清楚啊 不要让它变成一个温水一样的 那最后这个 最后这个是要放保留纸的 你先放了 但是结果你后面 谈的过程中 你又 你又抬起来了 对对对对 这个地方要的 因为你看上一个二是都什么时候震动 对吧 它不是说前面马上有二 那那个地方要放到二呢 那个该放的时候 要含不含糊的放在上面啊 该不放的时候 你那个手指的那个形状啊 手指的形状 你注意一下 手指你有点反曲的那种 在那就是让它还是一个 向下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弯 手指那个离 在悬上靠的压的太太实了 压的太厉害了 以至于这个手指都给压反曲了 这声音出来就是 就是有点太刚了啊 再柔和一点 就是轻轻的再浮在上面就好了 你再来一下啊 嗯 都不用太着急 就是比如说这个大漆拖漆吧 嗯 它这个音很长的 所以你不用着急 这个靠在上面 没关系 就靠住了 你看啊 这个就 靠在六弦上 在这靠住了啊 不用轻轻的抬起来 就是好像着急 不用 这个音很长的 靠在这 后面这也是 在这抵住了 为下一个音做充分的准备 在这也是 是 这个拖 在这靠住了啊 嗯 它比较轻轻的好像浮起来了 嗯 注意 所以 勾三四五 到了这儿才是抹挑 这个抹挑还是悬空的 不做任何那个保留值 但是四三二 这个要做保留值了 好吧 我们把这些就让它 就一点都没有含糊啊 没有说到那还要想一想 我是不是这个抹挑六 挑六的时候放啊 不用 让那个 因为这个地方你看注意一下 这都跟它的节奏有关系的 你看它是在那个抹挑 这个 其实 这两个音都很 那个抹是很短的 那挑的那个音是整整有一拍 所以你在 长的那个音上去放保留值 而前面那个呢抹挑 它俩要更靠在一起一些 所以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都是要看我的节奏是怎么处理 你要是 你要是那个抹很长 然后挑很短 要是这样的 要是处理成这种节奏 那一定是要在六那儿 就放保留值 节奏处理 那就论当别论 但是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抹挑 抹挑六 那个挑是悬空 在四三二的时候 放保留值 就是因为那个挑后面 那个是一个长音 好吧 好 再来一遍 就是很有意思 这语言这东西也很有意思 我们就是说了以后 我也说了 你也听懂了 当时都听懂了 这都没问题 肯定都听懂了 但是呢 你就是后面 你真的就是 在后面练习的过程中 不把它再给忘掉 这个很难 就是你练的时候 前面都听懂了 也很明白 那后面练的时候呢 你总会遗漏一个这个 遗漏一个那个的 总会这样 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就是这样的 那就是因为这些 都不是一天两天的那个 是 所以这就是养成习惯 好习惯的这个重要性 那就是后面 在练习的过程中 尽量的就是把里面的 就是每一个都要 都要去检查一下